秋风得知 王小米和马克领证的事情 生气地找王小米质问 王小米会有什么反应呢 前天晚上 马克为了孙老师被辞退的事情苦恼 第二天一大早 就去了校长办公室 想做一下最后的努力 可校长说马克现在自身难保 让他不要烫这趟浑水 孙老师走了之后 玛丽他们换了一个新的英语老师 是个外国人 长相十分帅气 班里的女生都很喜欢 马克看见实在没法挽回 于是帮孙老师拿行李 路上无意间说起 自己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孙的老婆 老孙一听特别慌张 说自己还没敢跟老婆说 老孙媳妇听说这件事之后 气势汹汹跑到校长办公室 拿出要抄家的架势 细数这些年老孙和校长的交情 说校长忘恩负义 老孙这些年尽心尽力 他说辞退就辞退 老孙在门外偷偷看着这一幕 给媳妇点了个赞 田野要去韩国出差 赵玲给他买了他最喜欢的行李箱 两个人在客厅蜜蜜歪歪 突然被儿子玛瑙打断 玛瑙还把赵玲的合同当成了玩具 在上面图图画画 并且诬陷赵玲推倒了自己 田野知道儿子说谎了 让玛瑙道歉 赵玲也非常生气 拿着包出了门 田野急忙追上他 跟他道歉 让他不要和小孩子计较 但赵玲提出 想把玛瑙送去私立幼儿园 这样玛瑙就能少占用田野的时间 他希望田野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田野前一天晚上 刚跟儿子说会给他很多爱 今天赵玲提这个事 让他很生气 两个人不花散 而房间内的玛瑙 正在给玛瑙打电话 说自己把赵玲气走了 以为获得了短暂的胜利 秋风来到健身房找马克 说自己已经搞定了小米妈妈 马克暗示 他自己已经领证 秋风不敢相信 跟小米妈妈打电话求证 他知道事情已成定局的时候 特别生气 跑去宠物店找王小米 想看看他脑子进水煤 两个人不出意外 又是吵架 秋风还把王小米的结婚戒指 扔丢了 王小米找半天没找到 气得给了他一巴掌 然后赶紧去首饰店 订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得等一个月 秋风为了弥补 花了五万多重新买了一个 可王小米不想要 秋风拿去退的时候 发现退不了 秋风妈妈看到卡里 被刷了五万多 打电话问秋风 怎么回事 秋风说朋友有急事 借给朋友了 田野经过一番考虑来公司找赵玲 看见赵玲的女秘书 穿着很暴露 黑着脸离开了 赵玲追了出去 两个人一起吃了饭 田野说 他以后会多给赵玲点时间 把他也放在重要的位置 两个人重新和好 王小米和马克一家人 在沙发上看电影 玛丽挤在他们俩中间 说想看恐怖电影 但是一家人胆子都不大 边看边尖叫 接下来剧情会怎样发展 请继续关注我的 体育老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